海伦青桃回忆偷渡与海盗 险遭性侵 你台湾丈夫啊 你可以这样子说话吗 遭索马利亚海盗囚禁 近5年的台积轮机长沈瑞璋 日前获救引发社会关注 有越南林志玲称号的海伦青桃 对此也有许多感触 他在脸书上回忆起 小时候偷渡遇上海盗的经历 他说 越南1990年代海盗猖獗 鲁人罗赎如果要不到赎金 女的是强奸 男的是砍手脚 小时候是在越南跟外婆生活在一起 那我爸爸在台湾有寄钱给我们 可是中间被人家拿走了 他和外婆为了付偷渡费用 将父亲预付的5年房租换得5两黄金 原本计划搭小船到另一沿岸等候 后换成大船 没想到船还没到 就听见有人大喊 海盗来了 大家平民的跑 经过一小时才到有马路的地方 他庆幸自己和外婆没被公安抓到 否则就无法取得良民证到台湾了 娱乐洞新闻真的是老天保佑啊 报道